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節目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1月15日,首先這裏有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紐西蘭的義德台樣 大家好,各位早晨 造州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鐘仔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沙冷氣那裏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康易評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反攬炒的事就不斷了 上個星期就炒了那四個公民黨那四個人 現在他們都在反撲騰騰 除了我們剛才第一節說的楊岳橋之外 有另一位也是出來說話的 因為他們被DQ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們現在當然不是這樣說 就是說你打壓我 你又不講道理啊 一哭二鬧三上吊那些 剛剛郭家琪 郭家琪 我不會再叫他議員 因為他已經不是議員了 他就在這個商台的節目那裏 就說話了 他在說什麼? 我心情又非常沉重 但是並不是擔心個人的詠欲 是擔心香港的未來 你們人大決定 擔心香港的未來 就是擔心香港未來不死也不行 這條混蛋 之前他去美國做什麼呀 叫美國人制裁香港的嘛 8月份的新聞就是 升到的 其實就是說 在政府宣佈押後選舉的 決定前夕 選舉主任以尋求外國干涉香港事務等 唯有 請剛才嘉燦說的 請那幾個人回答問題了 其實楊岳橋和郭榮鏗 去年8月去過美國期間表示 支持美國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你說什麼呀?支持呀你? 是啊 但是他 他在商台那裏就說 他在節目中自爆 其實我們有公民黨成員曾經在美國 向美方要求 不要那麼輕易制裁香港 我們都不想香港經濟受打擊呀 不過 那時候我們沒有向外透露之嘛 其實公民黨都希望香港的亂局會停的 希望美國用外交途徑和中國 或者香港交涉 令到亂局停的 我們不是想攬炒的 這班人真是睜大眼說謊 去年8月公民黨全體 立法會成員去信美國要求 盡快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他要求外國政府支持 香港政治組織 你老闆 你現在竟然可以睜大眼說謊 我們都不想制裁香港 我們擔心香港經濟的 香港亂局會停的 你這傢伙 你這傢伙 真是人渣 你這傢伙 去年8月講的東西和現在不同 原來 除了他們四個之外 今年七月 選舉主任特別點名 問他們公民黨 那些人 問他們怎麼看 选举主任就问四个公民党的参选人 你们曾经要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的民主法案 是不是有意继续请求美国落实制裁措施 和其他外国政府推动类似的法律 有四个人都说No,我们不是 就是他们四个,他们说不是 他们由七月开始为了选举已经睁眼说谎 但八月又有封公开讯叫美国政府尽快通过法案 是啊,我说八月是上年2019年 是上年八月,没错 我说的是今年七月立法会延期之前 他们都已经睁眼说谎 就问这个袁家蔚啊,新界东的何桂南啊 他们的立场 认为有一个叫郑达鸿的呢 就是被问及要求解释对国安法的立场 陈淑庄好朋友,郑达鸿 是不是反对特区履行贵持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他就是这么说的 根据基本法,特区应该自行立法 国安法生效之后呢,就会遵守所有香港法例 那么,同一个问题呢 也都问了港岛区的袁家蔚 新界东的何桂南 袁家蔚就说,我们是反对这个香港的港区国安法案 何桂南呢,也都说反对 就是这帮人,他们每一个都是 就是省大眼说大话啦 有些人就问他们,你们香港光伏 你们在社交网站贴这个光伏香港时代革命 你们是不是有深野改变香港特区法律地 主张,那袁家蔚就说 有的啊,一直有说的啊 没错啊,我刚刚炒了炒了他们的旧料 这个国家旗的旧料 这单料就是2019年9月3号 在独播找 那帮人的传媒 独播找到出来 他就说,公民党党佛阳岳桥的法律界代表郭榮鏗 连同该党三名立法会议员 谭文豪、陈淑莊的国家旗 在美国国会复会前夕联署去信 美国众议院佩洛西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麦康尔参议少数派领袖 舒默德和众议院少数派领袖 麦卡石指香港情况恶化人权民主发展 预受打压,呼吁美国尽快完成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 哇,叫美国做事做快点 这个还不是切头切尾的 是向外国要求制裁香港政府 这个还不是害香港 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 你要求外国做这样的事 你现在被DQ是很宽宏大量的 是不是? 他应该是感到国家留他一条命 其实这班人是弹出弹入这四个事 我七月一日之前我是做的 我现在不做 就行了,你们说的 这样说 如果告诉你 我现在问你的心是否这样想 你说不是 那你要做出来 尤其是他现在竟然可以默大眼说大话 我公民党有人反对的 那是谁 那是你郭家琪 有没有录音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文字记录 没有 你怎么做医生的 我真是 医生也算是科学家之一 为什么可以默大眼呢 病历 之前和之后不同都可以 是的 我都很担心 会不会有什么事 找你看医生的 每天我有什么事 当初你说我明明健康的 为什么突然间我患了些什么 什么 什么 高丸癌 咦 不是哦 我没什么 原来是你写错东西 你又不承认 那我怎么办 你可以默大眼说大话 明明叫人制裁 报纸卖光 你现在说我们没有 真是 你真是 明明你说叫我吃这个药 原来吃怪人 然后说不关我事的 我当初不是叫你吃这种药 我当自己没说过 可以当自己没说过 你网络年代 你还可以骗人 你不是啊 网络是有记忆的 这个从来都是 寄成小的 就是 你产不了很多东西 网络记忆是很 可以很长久的 所以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说到 什么 按聘三六令那些 其实很多东西根本 在人心里面的记忆都是很久的 但是当然 不是每个都像我那样记忆一些无谓的东西 就是 真BC都是 我觉得真BC都是记忆一些无谓的东西 是啊 十几年前 那些东西都记得了 不是说笑 那 你的社会 只要有 2% 这些什么都记得的人 他就可以 只要他开个网台 他就可以 说回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听过的东西 是啊 十几年前听过的东西 你再说回 是谁说出来的 比如举个例子 那时候明明 就是 其实说真的 佔中的时候 举个例子 昨天我们有一次节目说的 佔中的时候 佔中的时候 老蕭就叫人 在佔中的时候 就要早些收工的 是 不要拖到那么长的 那他那个比喻 就是什么 拳头伸出来 要收回才行的 这样 这些我们完全记得的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都是记得这些说话 这个当然是近一点 这个是四五年的时间 现在不止了 五六年 就是上年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四五年 那现在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很多事情 其实大家心里面 是有把尺 譬如某些人 就是现在去追击人家 潜见 但是他之前都潜见过 嗯 是不是 老朝以前说 民主党怎么好 现在又说大統領愚蠢 现在就说他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 最伟大的总统 最伟大的总统 其实我真的是 唉 听上去都心寒 其实他用现在的老朝 和四年前的老朝 根本是打架的 他们两个 哈哈哈哈 就是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听到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得出来 因为我们 我们怎么说呢 不可以说百分百是记得清楚 但是大意是一定记得到的 就是大意是怎样是一定记得到的 所以看到这些东西 有时就是不开心 就是当然 看到社会变成这样 其实一定有些不开心 就是你好像这个公民党 其实公民党 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就算去到 佔领中环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温和 但是去年那个 一看到去年的情况一出来 就是这样 你想想去年是怎样的 去年他们是包庇那班暴动人 是全面包庇暴动人 是 最得人害怕就是梁家杰那句 有时暴力都可以解决问题 公民党是属于一个中产港法律的党 你们里面九成人都是大壮 专业人士 你竟然去包庇暴力 结果令到那班人说 他们都说我们是对的 他聪明就聪明 自己不参与暴力 直到什么时候 他是罵 他罵过那班人一次 就是烧法院 一罵法院 余药薇即刻跑出来 其他人即刻跑出来 不要罵法院 除此之外 是完完全全是 支持那班人 站在那班人那里 令到那班人越做越过分 其实现在这样DQ了他们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的 因为他们真的跟外国那些人说 叫外国制裁香港 是的 你两边舔没所谓 我觉得做生意的人都是两边舔的 你两边舔我都觉得何患可疑 我觉得就算连国家都没有要求 所有人都要绝对忠诚 要百分百忠诚 但是你不要搞得这么过分 你叫人制裁 基本上就是 你已经不是两边舔了 你已经不是两边舔 你两边舔反而OK 大家两边舔的话都可能可以 令到社会进步一些 有计划 有计划 有妥协 有妥协的余地 但不是的 你现在是要求 对着干 是要求外国政府制裁特区政府 这些是玩什么 你们究竟 你说要香港好 外国制裁香港 香港会好的 原来 这是什么逻辑 公民党班 每个都不说逻辑 只不过觉得 现在社会想要求我们做什么 他就跟着去做 你想要美国 我冲过去美国和他说两句 他是讨好 他最惨的 他不是讨好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他是讨好最激进的那班人 听完他们说 而不想想 很多人说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他们不听 这个是很大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们这样搞 其实是搞死很多人 是搞死很多人 不是单纯就是 政府官员 就是他们这样申请说要 制裁香港 其实我自己认识的朋友 本身做开的生意都没得做 基本上 是没得再做 因为有些事情 以前可以 就是进来香港的 变成现在进不了 这些事情都这样搞 其实有时候 会不会真是过分了很多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如果他们真的爱香港 这个地方 你会不会搞这样的 大挪大鼓叫人制裁 自己 然后还说香港好 当人家去质问你 你为什么要暴力 制裁暴力 不是暴力 不是制裁暴力 是你们搞坏事 宣誓呢 亂来 说了些绝对不应该说的东西 去包庇 大叫港独 不去谴责港独 你明明知道 明明 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 港独这条界 不觉得你们都去过 嗯 他是踩 喜欢踩一下线 希望得到这帮人的注意 支持一下他 是 就是 想着去踩这条线 我弹出弹入 你催我 以前是被你弹出弹入 是当是一个容忍来 因为知道你们在那里玩 突然间你站出来说那两个东西 尤惠晶 你们还要包庇他 还有什么好说 是不是你们认同他 他们是的 我觉得他们是的 尤其是毛孟静 抱着尤惠晶那些东西 是的 就是 你说什么 尤其是 尤其是 你不喜欢共和国 我也算你 但是 你一说尤其是尤其是 那我就觉得 就是全球华人的公敌 差不多 我认为是 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一件事 我也觉得是 我也接受不了 其实我觉得 一个大转折点 就是 这个杨岳桥做了党会 其实 我记得当时 他赢了这个补选 就是赢了梁天琦的时候 他是跟梁天琦的支持者说 梁天琦的支持者说 我不会忘记你们 那其实就是 他又想拧着 拧着也拧着 但是他之后所做的行为 他是不负责任 就是留意一下 叫人家 在那个 正种扎刑 结果他自己穿着西装去扎刑 拍两张照片 就以为是骗到人 坐了几分钟 是的 以为这样骗到人 他们是以为骗到人 以为讨好的人 很简单去讨好的 那些人也想着 我利用你们的和平理性 中产光环 去壮大 去拿道德高地 互相利用 结果你们就被人利用了 骗到整个民主运动 可能他就听了郑松泰这样说 郑松泰说什么呢 就说 因为他要滑吃 可能他的心 είναι这样 这个也是很坏的做法 就是我们一直都不喜欢 越血公民这个组织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 這個組織根本是政棍組織 是百分百切頭切尾的政棍組織 當然有些人就很喜歡這些政棍組織 覺得騙到人 但是你想一下 想一想一想就知道 不是吧 你們這樣 那個態度是惡劣到極點 覺得選民是可以欺騙的對象 是 那楊岳橋其實也有很多笑料的 有什麼over my death body的那些東西 但是他們經常都是over my death body 但他們經常說法治已死 他還沒死 死了那麼多都還沒死 那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現在他們都是說法治已死 一國兩制已死 我詳細講一下 其實他當時這樣說 因為香港仍然有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 但是你和我仍然相信 而獨立的司法體系 如果有人要搞他 就over my death body 但是他們之前的黨友都說法治已死 其實他們的黨友要不要跨過他的身體 要踩下去 人生更精彩論 這些我們都經常笑他 還有就是自己 自己就沒有出席自己提出的議會動議 自己的動議都不去出席 基本上為什麼有些人會喜歡疑血公民 就是因為你們這幫人 是不做事 等於為什麼阿森可以上位是一樣的 因為美國的精英有少少離地 有時候有少少離地 拋棄了一些 就是希拉莉 希拉莉 但是老少碰得她很厲害 以前也是 但是希拉莉 其實很明顯 有一件事 就是說當日去選的時候 有一個天災發生 我不記得是什麼 那些人勸我希拉莉去 希拉莉說 這些都不是我的選民 無論我去不去 他都不理我 我不去 但是阿森就去了 那你就輸 抵輸 阿森是厲害人 阿森是厲害人 你看一下 現在這一刻 那些人都 成千上萬多人都去支持他 所有人去支持他 他都可以召到這麼多人出來 他是厲害的 他是很厲害的 這件事 就是 這件事不到我不服他 阿森是厲害人 那剛才說到楊岳喬 如果沒有聽第一節的朋友 你回去聽今天第一節 已經笑到他撻皮了 那當然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如果想試一試 究竟Over My Dead Body有什麼 你現在打一個字 OM 在Google OMDB OMDB 接著你隔一隔 應該會寫著 OMDB 楊 現在已經很出名了 他就是 雙姓楊的人 已經跟Over My Dead Body 聯在一起 等於 有個繪字 一定前面有個巡字 是一樣的 現在這樣 我剛剛想說 如果可以說這句話 只有楊家障才可以這樣說 對嗎 對 楊家障 人家全家 現在郭家琦他們這樣 其實跟秦桂先生 秦桂先生是差不多 絕對 他做了秦桂做的事情 對 就是叫美國制裁 香港 其實跟金耳和差不多 對 金耳和就是說 你岳飛這樣下去 就這樣打下去 就這樣打下去 一樣的 不過這個又有些不同 如果你說秦桂那個情況 其實秦桂就是為了 主皇 秦桂也是 秦桂就是為了皇帝而講 為了皇帝 為了皇帝而講的 這個就是皇帝 如果你迎接徽宗回去的話 他就無法做皇帝了 哈哈哈哈 當時宋朝的情況 下次找機會講一下這些也好 這些也挺好笑的 你說是否可以完全類比 不一定的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賣港求榮呢 其實就是這個肯定 是 他說你制裁了香港 這樣就有機會港獨 是差不多 這個道理 而且還有一幫人是求榮賣港 是求郭榮鏗去賣港 哈哈 是啊 哈哈 求榮就是對 哎呀 要什麼 真的很慘 其實我覺得他 他都好像那些 酒店那些boy 那樣 經常要幫人 要開門 要幫人帶聖誕 開門有十幾萬一個月 你去不去做 十幾萬一個月開門 我都去開 你這部boy 還可以罵人 趕人出門口 在他來會那裡 多威 是啊 是 是 其實有些人都說陳蕙 都是幫為皇帝硬吃了 其實 背了千古罪名 很難說的 歷史就很難說 但是楊岳橋就很容易說 因為我們是跟他生在同一個年代 是 我們是監察他做那些壞事 本來沒什麼的 其實楊岳橋很坦白說 他跟梁天琦對選的時候 就是補選的時候 我們都說一定要投給楊岳橋 是啊 我做好 都不可以說按摩的 以前我舊Facebook也要換了7號 因為他7號 我沒記住 7號不是梁天琦嗎 不是 好像7號是他 7號是他 是啊 好像他是8號 因為我記得7號我是碧銜 很多人怎麼稱讚 你知道我很多旺有朋友 好像是梁天琦7號 因為梁天琦個人比較7號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那 他當然了 現在梁天琦 當然是在監獄裡面 精彩人生 但是 他的人生當然是比楊國奇精彩 哈哈哈哈 那 究竟是多少號呢 我們找一節機會再看看 好了 我們這節就說到這裡為止 是啊 7號 6號才是梁天琦 哈哈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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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